上次我見到你和Francis做節目的時候 你說要推介陽性重空 幫大家賺少許錢 今天有甚麼股票可以介紹 我突然想不到你會問我有甚麼股票介紹 所以我沒有預備 如果你說下星期一二 我會建議大家還可以留意韓運股 例如2343、266、1919 但我事先聲明 我很不喜歡這些股票 但為甚麼還要推介 不是想大家死定了 你還不喜歡都還要推介 想我死定了 純粹技術性是OK的 之前炒得很低 會反彈 正如今個星期見到的內人股 沽得太殘 所以有機會有些反彈 今天你見到1919 中國遠洋或者266 其實都見到7%升得很急 我覺得下個星期 你預算他還有6至7%升 可能2343多 可能有10%升 但很短炒 很短炒 但很奇怪的 尤其是我經常覺得很慘 很久沒有更新微博 其實我沒有甚麼心水的時候 就說你又不更新微博 我更新後你又改變了 很難做 很難做 然後我告訴你 有8至10%升 短炒 嘩 這麼短 然後我叫你持續半年 嘩 這麼長 我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但有時候滿足不完 但你當然可以經常罵我 我會接受 那些民企呢 前一陣子都沽得很慘 你覺得現在是否時間可以贏 民企沽得很慘 我覺得都要小心 我說完這句 我又怕民企老闆有抓惡呼應 我都看到你寫的 Red Flag 我支持這個目的 其實真的 你要記住 你既然來到香港 你上市 你為甚麼 你為了吸引國際投資者 你吸引國際投資者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想想 你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我經常都覺得 你一定 我自己做一間公司 我自己都要 數目一定要清晰 你要讓你的股東 去知道 了解你的公司 有甚麼開支 有甚麼運作 你的數目 一定要清清楚楚 的而且我現在看到有些公司 我贊同是不清晰的 譬如盈利增長很厲害 但是可能是 突然間來了一些很個別性的客戶 但問題是那些盈利的增長 那些訂單 可能現金收益又會很慢 然後你又告訴別人 我沒有 因為我要拿這個訂單回來 我要爭取大客戶的時候 所以我又先讓他拖下數 但是 這不是一個好營運的方法 你只是希望在短期 谷到一盤數很漂亮 但是實質上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你的盈利持續性很低 因為可能他拿完好處 後會拿完好處都可能會離開 你可能你集完資之後 然後你上完市之後 然後一兩年之後 那盤數變得很厲害 你的股價跌下來的時候 打回原形的時候 最終損害都是小股東 小股東又怕了你的股票的時候 或者基金也怕了你的股票的時候 這也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其實現在開始有人質疑 我覺得是好的 也質疑得遲 至於我來說 我覺得早早就應該提出這些問題 或者有關當局也要去審查的時候 審查得清楚一點 問問他為什麼這條平數是這樣的 我覺得各方都有責任 但是跌下來是不是立刻要罵呢 通常出了一試的公司 或者被人質疑完的公司 又沒有可能即時拿著一份聯報出來 不是這樣的 我很漂亮 他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 通常那些公司都是一層白踩 通常都是需要需要一年兩年才能回到新 所以反彈上可能就是短炒格 但是你說真的駁他 已經見了底就最好不好 這個無謂的憧憬 我就不太建議 明白